反习反党劳登开讲 各位朋友好 见到你们格外亲 据说十多年前 习近平还没有上位的时候 他私下里他也骂共产党 他还表示一旦他接班上位 他会搞政治体制改革 然而他一旦真的当上了最高领袖 他不但没有搞什么政治体制改革 反而越来越左 前两天我的好朋友 也是旅美学者叫吴祖来先生 他在网上披露了一些消息 他了解到的习近平 吴祖来先生原来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 出版过很多专著的 吴先生说据他了解 十多年前很多人都说习近平也骂共产党 私下里也说共产党腐败 当时习近平及其家庭 跟中共改革派的关系很好 习近平也表态 如果他主政他会搞政治改革 当时的改革派对此还挺高兴 吴先生感慨说 如果习近平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 他应该感恩改革开放 也感恩这些改革派对他的支持 会遵守自己的承诺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当时即使真有这样的承诺 也可能是权益之计 因为他要左右逢源 他的话也不可当真 习近平这些算是正面的表述 也是为了他能够顺利上位 习近平上位之前 应该说各方面都有接触 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他对各方面都有所表态 习近平上位也是各派妥协的结果 他的党性和人性也在交错呈现 习近平总体来说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这一点在日本前属项安倍晋三的回忆录里也有体现 安倍晋三认为习近平是一个坚实的现实主义者 他回忆说习近平曾向他表示 如果他在美国出生 他就不会加入共产党 而是加入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 安倍认为习近平不是因为信仰共产主义理想 才加入共产党 而是为了掌握最高政治权利 习近平任期的前五年大搞反腐败 反腐行为充分暴露了中共体制腐败的实质 外界曾经一度认为习近平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但后来习近平的政治方向出现大反转 使国内政治气氛的压抑 缴网界更加严重 令外界大出意外 习近平受党文化影响很重 保党情节的驱使下 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前后 习近平跟江泽民派系做了妥协 从而中国政局在十九大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 导致整个中国政局大大向左转 吴先生评论说 习近平抱着共产党的东西不放 把所有的改革派力量都打掉了 但是共产党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你不走民主宪政这条路的话 无论多么强大崩盘的时候都会更残酷 吴先生还认为对于习近平来说回头是岸 寄给人民希望也避免自己及其家族 甚至共产党的党内成员遭到一个突然崩盘式的报复 杭州亚运会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 然而新冠疫情正在卷土重来 华东地区尤其严重 杭州上海都有疫情发生 尤其是上海 现在医院已经人满未患 媒体报道说 近日中国疫情再度升温 上海医院爆满 很多人感染新冠病毒 上海很多小区又开始实施管制措施 出入又受到限制 进入9月以来 上海感染病例猛增 引发关注 根据官媒报道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9月13号上午开诊两个小时 就有90多名儿童挂号 全是发烧 单日就诊人数高达近千人 上海市民透露 上海疫情又起来了 医院爆满 很多人三阳四阳 一些小区又开始实施封堵措施 出入重新受到限制 最近这些天 预制蔡的话题吵得不可开交 因为闹得太大 民怨也太大 中共教育部不得不出来说话 教育部说 预制蔡不宜进校园 就是基本上否定了预制蔡 教育部的公开说法是 鉴于当前预制蔡 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体系 认证体系 追溯体系等有效的监管机制 应持十分审慎的态度 不宜推广经销员 这个答复无疑给学生家长吃了一点定心丸 但是很多人还不明白 明明有新鲜食材 明明可以现做现吃 为什么非要给我们的孩子搞什么预制蔡 现在我们知道了预制蔡最大的问题是标准不明确 甚至连教育部都担心这一点 有鉴于此 稍有常识的人应该知道 吃这种菜的未知隐患 那是巨大的 只要不是一头猪 谁都不可能让这种食品进校园 然而中共就这样明晃晃的把预制蔡弄进了校园 尽管民众反应很强烈 尽管舆论一直在炮轰 但在一些地区 预制蔡该进校园还是进了 根据媒体的报道 近日湖北荆州市的江陵县学校食堂 预制蔡配送服务项目开标 这一消息引发网友热议 记者查询发现 江陵县学校食堂预制蔡配送服务 二次招标中标成交的结果已经于9月19号公布 中标供应商为荆州市储膳供应链有限公司 而且有些地区的中标价格还非常惊人 在江西干州一家成立仅几个月的公司 竟一下子拿下了当地的25所学校 供应这些学校预制蔡 不少家长组建了群 表达了反对和愤怒 在专家的质疑中舆论的反对下 政府的某些领导 你难道没有点常识吗 今天媒体披露说 曾一手构建核酸帝国的张和子 再次进入公众视线 这次他进军的就是郁制蔡的领域 果然利益巨大 连身份神秘背景惊人的张董事长都杀进来了 媒体报道 张和子在医学检测的生意之后 讲手伸进了郁制蔡的赛道 据报道与张和子涉足郁制蔡赛道相关联的公司 为武汉核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刚刚成立的没多久 天眼查显示武汉核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23年5月22号核子基因成员 该公司由深圳市核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百分之百控股 而深圳核子基因的表面控制人是张和子 背后控制人是张珊珊 据南京财经记者查询发现 今年8月7号武汉核子农业科技 申请注册了一则名为九股益胜的商标 分类为方便食品 商品主要包括方便米饭米粉 由米制成的冻干食品 以古物为主的零食小吃 食物制作用生米红 食用芳香剂等等 张和子家族为什么看中了郁制蔡产业呢 根据央视新闻此前报道 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郁制蔡市场规模为4196亿元 预计2023年将达到5100亿元 2026年将升至万亿元的级别 11块肥肉 目前多地已积极布局郁制蔡产业发展新模式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指出 提升净菜中央厨房等产业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 培育发展郁制蔡产业 截至2022年底 中国的预制蔡相关企业有6.4万家 近万亿元的预制蔡市场 张和子家族一定要插枪一角 这不就是翻版的核酸帝国吗 这不就是官商勾结线 获取黑色利益的典型套路 使用劣质盐材料 加工出成分不清 标准不明的所谓预制蔡 再勾结某些领导 逼着孩子吃下去 然后这帮无良商家 混账领导 大赚特赚 至于孩子的健康 祖国的未来 在他们的眼里算个屁 对于他们双方来说 能不能挣到钱 能不能挣到更多的钱 才是他们所关心的 当初与张和子 张珊珊为代表的核酸检测的推动者 呼吁者以及参议者们 不就是这个套路吗 如今那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 不过这次他们盯上了老百姓的孩子 为啥是孩子 用同济大学教育评估中心主任 樊兄弟的一番话来解释 真如此操作 老百姓凭肉眼 无法判断吃进孩子口中饭菜的质量情况 原本就有家长对学校供给学生伙食的运作系统 吃怀疑态度 一旦是预制蔡 就更难辨别忧虑 另外以学生的生活经验 他们一般也无能力鉴别预制蔡的优劣 而且即使他们觉得预制蔡的饭菜难吃 也不太敢当面指出 这样就为低质量的预制蔡进入学生口中 而不被披露提供了可能 一旦预制蔡进入校园 就存在学校为了经济利益 而采购低价预制蔡的风险 也存在企业向学校推销劣质预制蔡的风险 还存在学校内外不法分子有意勾结起来 大量制造略制预制蔡的风险 这就是凡修队主任说的这些 我们的领导能不知道吗 这是个常识 他们当然非常清楚 不过在他们眼里 除了捞钱 什么都看不见 说白了 这些领导干部就是典型的满嘴 人意道德 一肚子鸡鸣狗盗 那些纪委的领导们 如果你们真想查处贪污腐败 官商勾接 真用不着那么费劲 把以中标学校的预制蔡的企业 一个个带走调查 保证每个企业背后 都有一群贪官污吏 我在去年的节目中就讲过 张和子的核酸帝谷 由张和子在前台代池 后台老板其实是张珊珊 而张珊珊是张兰兰的亲妹妹 张兰兰是习远平的亲老婆 习远平是习近平的亲弟弟 张珊珊家族 涉入核酸检测 涉入玉制蔡 都是为了赚黑心钱 张和子的核子集团 因为从事核酸检测违规 曾经被政府处罚 但是只罚了7万块钱 其实等于没罚 格子集团平安落地 也没有人把张珊珊怎么样 所以这次他们才敢大摇大摆 再次进军玉制蔡行业 企图打孩子们的主意 再赚黑心钱 习近平家族为了权力 为了金钱 真是不择手段 不顾廉耻 不顾底线 已经穷雄极恶了 用上海话讲 就是吃相太难看了 张珊珊 张兰兰 徐远平 他们捅鼻子的钱要赚 玉制蔡的钱他们也要赚 为了赚钱 真是不择手段 让人无语 又到欢乐欢节 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好玩的 我们看云南财政崩溃 公策现在又收费了 入策五角了 本公策原为免费开放 由市政府划泊相关经费 及支付水电费 保洁员工费 维持日常运行 然而政府从2022年1月份开始 至今都未下泊相关经费 公策现已不能维持免费开放 为保证本公策正常开放 决定从今日起恢复收费 只有中国上厕所还收钱 大小便还要交钱 不然你都去不了厕所 我们看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 取之公共知识分子的行音 其利益也与公共知识分子相悖 公共知识分子保持独立人格 敢于对公共事件或是政策 提出批评性意念 而公共知识分子 却是被利益集团收买 为权势说话 或是只顾自己谋取利益 或是怕给自己招惹麻烦 耳末不作声 就这样他们还号称是知识分子 所以干脆就称他们是公共知识分子 这都是一群太监 现在公务员发不出工资 公务员发不出工资 是老百姓噩梦的开始 这才十几年就忘了上一次公务员发不出工资的情况了 公务员没钱 他们不会等着饿死的 他们会想办法利用手中的权力变现 而政府只能默许这种集体行为 最糟糕的是权力变现 像吸毒一样有瘾 等到正常发工资后 也不会收手 所谓的投资不过上海关 就是上一次公务员发不出工资的遗毒 这位网友跟他说 反正我这边的药监局 中秋节前又进行了检查 每人都拿着红包乐滋滋的走了 非民选的政府即使发不出工资 他们有的是办法搞工资 老百姓就倒霉了 吃拿卡药乱发款 还能发不出工资吗 这是一位博主买预制菜检测的经过 他买了预制菜了 他想去检测一下 找政府机构 第一购买的预制菜配料表里 没有写任何的添加剂和化学防腐剂 但是保质期就360天 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 还能保质期一年 所以他不信 他就送到本地的食品药品检测中心 政府这些检测中心回应说 不接受此类检测 让去找当地制剂所 质量剂量所 去到制剂所 告知也测不了 让去找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 说他们可以测 去到市场监督管理局 也告知测不了 让找第三方检测机构 检测完了 拿报告来 他们再处理 找了两家第三方检测 均不接受 告知必须找厂家开委托书 然后以公司名义送检 试问哪个厂家会给你开委托书 然后此博主网上购买了本甲酸钠试剂 自己手动检测 结果发现本甲酸钠超标 而配料表里未标明含本甲酸钠 更别说其他的添加剂和防腐剂了 所以这预制菜整个就是毒药 就是毒菜 你怎么检测 看这个好玩 你见过最反人类的设计是什么 1.2万人赞同了该回答 回答是周末政府部门放假 我只有周末有时间 一到周末政府部门放假了 我们老百姓平时上班 还就周末有时间 所以怎么去政府部门办事 再看这个 河北苍州千年镇海吼 苍州的铁狮子非常出名 在1956年之前 苍州铁狮子就已经屹立了千年了 1956年 中共专家给他盖了一个凉亭 导致铁狮子全身生锈 1984年又安了个底座 吊庄的时候失误 摔断了两条腿 脸和后门牙全部被磕掉 铁狮子倒了没了 吊庄的时候 安底座吊庄 摔断了两条腿 脸和后门牙都磕掉了 1994年 中共专家可能于心不忍 帮他安装了轮椅和拐杖 大家看赵富贤二把他都支起来了 用钢管 2009年专家实在看不下去了 重新搞了个全新的 干脆把旧的铁狮子扔了 重新做了一个全新的铁狮子 至此 镇海吼享年1053岁 他的文物保护工作 圆满结束 全新的铁狮子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 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